接下来可是一系爆红 大家都买单的就是 很老字号的台酒 但是卖着花雕鸡面 也因为了行销的手法 深受年轻人的喜欢 所以现在买不太到 但是接下来告诉您 您可以自己做 小许麻油加上老姜爆香 丢入蒜片 再炒一下酱油腌过的鸡肉 准备下锅 鸡肉炒得差不多 在锅里倒入水 把枸杞 红枣 当归 黄芪 一起放进去 等到煮滚以后 放进泡面 打个蛋 准备起锅前加入花雕酒 温暖的口感 浓郁的汤头 带点麻油和酒香 鸡肉吃起来软嫩 进阶版花雕鸡面 绝对超越台酒的花雕鸡面 红枣我有去脂 然后这样子煮它甜味会出来 然后当归跟黄芪的香味 跟甜味也都会出来 花雕鸡泡面最近夯到缺货 煮法很简单 因为有现成的料理包跟调味包 只要水滚了一个个加入锅里 再打个蛋 大功告成 两碗泡面里的鸡肉 切法大不同 口感也有影响 派妆还要煮到熟一定要有一个时间嘛 那那个时间长的话就相对的比较老跟色 那如果切厚片的话就会比较快熟一点点 比一比自制花雕鸡泡面 鸡肉虚型腌过比较入味 加上蒜片枸杞红枣等中药材 看得见用了哪些食材 抬久的花雕鸡泡面 虽然有花雕鸡料理包 另外两包却只是调味包 卖场也说 想当初这款泡面销量不如预期 没想到行销手法加持 让它一系翻红 就算买不到也没关系 特制花雕鸡面 DIY就能享受得到 记者陈一帆黄树芬台北报道